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地狱少女》第四话,听不见的声音 蠢子是个十分可怜的小女孩 在她十岁的时候,父母就因为车祸双双去世了 只留下一只宠物狗陪伴着她 多年以来,蠢子一直与狗狗相应为命 可是这天意外发生了 狗狗在外面玩耍的时候 一不小心被一辆大货车给撞了 蠢子立马将它送进了宠物医院 但结果还是死了 蠢子很伤心 因为她早已把这只狗狗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可是现在呢,连着唯一的陪伴也不在了 虽然心中有万般不舍 但蠢子也只能接受现实 在她走后 宠物院的工本医生也开着车准备出门 就在这时,护士走过来提醒道 有一个腿骨折的小狗即将被送来医治 但工本医生却并不在意 还说这种小事不用她来注意 随便绑个绷带就好了 说完便直接开车离开了 护士有些无奈 但你不好说什么,只能照做 这天,她在大街上遇到了蠢子 蠢子看起来仍旧一脸的忧伤 显然她还没有从失去狗狗的痛苦中走出来 不过这个懂事的小女孩 依然不忘向护士和工本医生道谢 她觉得能有工本这么好的医生 陪狗狗走到生命的最后 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 看着善良的蠢子 护士忍不住道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工本医生并没有对狗狗进行治疗 当时她正跟某位医员商量着打高尔夫秋的事情 护士眼见狗狗生命垂危 不停催促 但工本医生却置之不理 当她接完电话时 狗狗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治时间 得知这一切的蠢子 既愤怒又自责 她认为如果自己没有把狗狗送到工本医生那里去 或许狗狗就不会死了 一想到这儿蠢子对一生的怨恨又多了几分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两名女孩走了过来 她们正讨论着关于地狱少女的事情 据说在午夜12点时 在地狱通信的主页上 输入怨恨之人的性命 地狱少女言慕爱便会帮你报仇 晚上回到家 蠢子半信半疑登录了那个网站 并在上面输入了工本医生的名字 地狱少女果然出现 并给了蠢子一个稻草人 按照约定解开红线 双方也就缔结了契约 可当听说自己死后 灵魂也将坠入地狱 蠢子便有些退缩了 隔天星辰 她在电视上看到一则 关于议员贪污受费的新闻 于是心中立马有了一个好主意 只要收集到工本医生 坑骗别人的证据 那么媒体肯定会对此事进行报道 一想到这儿 蠢子就赶紧找到了护士 两人趁工本出门的时候 偷偷潜入诊所 想要核对药品 原来工本申请了许多昂贵的药物 但实际上并没有使用 而是换了一些便宜的药 给动物们医治 他们想着 只要找出这些证据 过去就能将它绳之以法 可没想到的是 工本竟突然回来了 蠢子愤动地接触出他的罪行 然而工本不仅没有悔改之心 反而还嘲讽蠢子的狗狗 不过是一条在路边捡的流浪狗而已 来医院只会玷污这里的环境 还不如早死早潮生 说完就把两人赶了出去 蠢子忍无可忍 于是他毫不犹豫 解开到人身上的红线 随即地狱少女爷梦爱就出动了 工本受到先人的惩罚 他在路上出了车祸 腿部骨折 而医生只是随便把他往救护车上一扔 根本不顾及他的伤势 到了医院也没有做任何救护措施 而是把他关进了笼子里 让他也感受了一把被忽视的滋味 可急事到了这一刻 工本依然死不悔拐 认为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 在他眼里 那种图狗的生命不值得一提 爷梦爱见工本如此嘴硬 也不再跟他废话 大手一挥便将其待机的地狱 在那里 他将永生永世的受尽折磨 而蠢子虽然多了一个地狱印记 但是他会好好活下去的 毕竟人生漫长 活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